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四年春到寡人士问 现在先给大家 把这段课文的译文 给大家念一下 少林之盟 鲁锡公四年春 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 攻打蔡国 蔡军溃败 于是 齐桓公接着攻打楚国 楚城王 派使者 对诸侯军说 君王您 住在北方 寡人 我住在南方 即使是牛马 发勤狂奔 也不能达到 对方的地界 不料君王您 竟然跋涉到 我国土地上 这是为什么呢 管仲 回答说 以前 少康公 命令 我们的先军 江太公说 五侯九伯 你都可以 征伐他们 以便 辅佐 周王室 他 赐给我们先军 征伐的范围 东边 到大海 西边 到黄河 南边 到牧林 北边 到 吴地 你们 楚国 应该 进贡给王室的 青毛 没有进贡 至使天子祭祀时 包谋 供应不上 没有东西 绿酒 寡人 就是来问 这个罪 昭王 南征 楚国 却没有回来 寡人 就是来责问 这件事 这个地方呢 刚才咱们说了 管仲这段话呢 他 一开始 先说明 齐国 有权力 征讨 楚国 然后呢 刚才咱们说了 柯文一开始 遂法楚 所以他要说 说明 他 讨伐 楚国的理由 这说的 两条 一个是 耳风 包包不入 一个是 昭王 南征 不复 现在呢 就是 齐桓公呢 就是要来 追问 这两件事 为这两件事 所以 要 征讨 楚国 那么 咱们看 这个 楚国的使者 怎么来回答 这个 齐桓公的 这种责难 这个使者 对约 供之不入 寡君之罪业 敢不攻击 昭王之不负 君旗 问诸水 兵 这个刚才说了 他责问的是 追问的是两件事 他两件事呢 他回答的是 大家看的使者 回答的是不一样的 对第一件事 就是耳宫包包不入 他说 供之不入 寡君之罪业 就说啊 这个青毛啊 没有供应煞 这确实是 寡君之罪 这确实是 楚城王的 责任 这个寡君呢 是古代 臣子 对别国人 牵扯自己的 国君 就成为寡君 也还是 寡德之君的意思 就是说呢 这个 我们应该进的 进攻的这个 青毛 没有 供应煞 这个确实是 这个 我们国君的 罪过 敢不攻击 这个呢 是一个反问句 意思是 怎么敢 不攻击 就是说我们 绝对没有这种胆量 我们应该攻击的 我们肯定要攻击 可能是由于某种 原因 一时没有供应煞 但是我们早 早晚会攻击煞 所以这个呢 这个 我们会尽快的 改变 这种状态 昭王之不负 君其问诸水滨 对 第二个责难 就是说昭王呢 南巡的时候 这个 他没有回来 这个呢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和 楚国呢 实际上没有什么 关系 是 就是说 当地的那些 人民呢 对这个昭王呢 很反感 所以 设计呢 把他 杀了 因此呢 这个 楚城王呢 也知道这个事情呢 他 不可能 对这个事情 出责 他也 没有什么责任 所以呢 这个使者回答呢 也是 比较的 强硬 昭王之不负 君其问诸 水滨 水滨 昭王之不负 这个之呢 又是 还是取消 句子 独立性 就把它整个 作为一个句子的成分 本来昭王不负 这已经是 一句话 现在昭王之不负 把它变成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君其问诸 水滨 问诸 水滨 这个诸呢 是 尖词 是相当于 知 于 问诸 水滨 就是问 知 于水滨 你问这件事情 你要了解 这件事情的话 你 这个于水滨 就是到 水边 这水滨 就是水边的意思 那么这个旗字 是什么意思 这个旗字的用法呢 在古汉语里呢 这个旗字呢 是极其常用的 一个虚词 可以说呢 是用法最复杂 意义最分歧的 一个虚词 这个旗字的很多用法呢 在现代汉语里都 看不见了 但是呢 咱们读古书的时候 必须了解 这个旗字呢 在这儿呢 它实际上是起一种 语气词的作用 它表示一种 委婉的语气 委婉的语气 虽然它是比上半那个 事情 语气好像稍微硬一点 但是总的 它的态度还是非常的 这个非常低姿态 所以呢 它在这儿呢 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仍然是用的 很委婉的语气 那么 就请您到水边 去问那些人吧 可以这么欢迎 下边是诗进 赐于行 这个诗呢 指的还是 就是齐桓公率领的 这么多国家的联军 就是向前开进 赐于行 行呢 是地名 在现在的河南 衍城县南 是一个山的名字 刺 指的是军队驻诈 叫刺 在行这个地方 驻诈 于就是在的意思 这两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使者回答说 贡品没有送来 这是寡君的罪过 今后我们 怎么敢不供给 至于 昭王没有回来 没有回去 君王您 还是去 问水边上的人吧 诸侯军队前进 驻扎在 行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 少林之盟的 前半段 这篇课文的刚刚咱们说的 比较短 下面给大家念一下下半段 下 厨子使驱丸如师 师退 赐予少林 其后 朕诸侯之师 与驱丸 圣而观之 其后曰 七不古是位 先君之好 是寂 与不古同好 如何 对曰 君会妖服于 碧翼之设计 辱收寡君 寡君之愿意 其后曰 以此重战 谁能遇之 以此功成 何成不可 对曰 君若以德 随诸侯 谁敢不服 君若以利 楚国方成 以为成 汉水 以为池 虽众 无所用之 驱丸 即诸侯蒙 这个文字呢 还是非常的简洁 下 刚才呢 这个第一段 是四年春 所以这个 这个时间呢 也是过得很快 这儿呢 已经是下了 就是两军呢 一直是对阵 楚子 是驱丸 如诗 这个 楚城王呢 派 驱丸 刚才他们说的 这是楚国的大夫 如诗 这个如字 咱们在中学里 都学过 就是到 往哪去 这个诗呢 又是 齐国的军队 联军 诗退 赐予少林 就这个联军呢 就退 退到少林 这个地方 因为楚国呢 派使者来 这个 请求 结盟 所以呢 这个联军呢 又向后退 虽然是退了 赐予少林 又是驻扎在 少林这个地方 虽然是退了 但是呢 大家看这个 齐侯呢 摆了一个什么 正式 齐侯 镇诸侯之士 与驱丸 圣而观之 这个 臣 就是古代的 这个战镇的 镇地的镇 古代 就是把镇字 写作 就像现在的 臣字一样 镇诸侯之士 这个镇呢 本来是 就是战镇的意思 是名词 在这儿 镇诸侯之士 就是将诸侯的军队呢 排列成战镇 大家想 他是干什么呢 与驱丸 圣而观之 然后呢 他请这个驱丸呢 圣而观之 圣 这个咱们 上个节目讲了 就是车的意思 也是名词 活用为动词 就是乘车 而观之 来看这个诸侯国的军队 显然呢 是在向这个 楚国的使者驱丸呢 来示威 你看看我们这个 这么多国家的联军 正式是多么的强大 齐后约 七不古世卫 先军之好事迹 这些呢 也都是外交辞令 他明明呢 就是来攻打楚国的 但是他说什么呢 七不古世卫 这个不古呢 也是 签称 这个古呢 是善的意思 在这儿是不善的意思 就是国君自称 这千词 就是我的意思 不古世卫 这个世字呢 在这儿呢 又是构成道庄 所以他的正常词序 应该是 七卫不古 就是说 所以他这儿呢 也是非常省略 这个技术非常省略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 我们齐国 率领这么多的军队 这么多国家的军队 来攻打你楚国 七不古世卫 难道是为我自己吗 下边他说了 先军之好事迹 他明明是来打人家的 他却说什么呢 千军之好事迹 这个词序呢 还是就是 应该是既 正常词序 应该是既 先军之好 就是 翻译成现在话语 就是为了 继续我们 先人的 友好关系 就是说 我现在来 不是为了 别的目的 我是来 发展 咱们以前的 就是我们这两个国家的 友好关系 这个大家一看呢 就是很 完全是一种 外交辞令 他实际上是来 攻打楚国的 然后下边他说呢 与不古同好如何 这个同好 在这指的就是 共同友好 这个屈丸 他怎么回答 他说 君会妖夫于 必以之社稷 辱收寡君 寡君之怨 这个一句话里边 用了好几个 千词 所以这个 驱丸这个地方呢 也是 这个非常的低姿态 采取了一种 非常 谦卑的态度 来 跟这个 齐桓公来对话 因为 齐国的联军呢 那他的势力呢 显然是要比 楚国的军队呢 要略胜一筹 君会妖夫于 必以之社稷 这个会 就是 敬词 就是赐会的意思 也是签词 就是 你赐恩会给我们 来妖夫 他这个呢 还是 这个妖在这儿 求福 必义 在这儿 就是签词了 必义呢 就像这个 寡人 刚才说的寡人 是一个意思 这个意呢 是指的是 他自己的国家 这个必呢 我显然是 不好的意思 所以是 谦虚的称 我们的国家 是必义 设计 设计呢 这个词用的 非常广泛 今天还经常说 这个设计 江山设计 大家看这个设字 它的 右半边呢 是土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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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半边 是 和 所以 设 代表的是 土神 计 代表的是 古神 古代的国家 都是农业为主 农业呢 最重要的就是土地 和 粮食 所以 用这个设计 土神和古神 来介质 国家 在现代汉语里呢 也仍然 延期了 这种用法 所以 必义之设计 啊 就是 我们的国家 会妖服 这个呢 连起来 就是 可以这么翻译 是吧 就是 蒙宁 赐恩会 啊 为 我们 毕国的 设计 来 求福 啊 实际上呢 他 心里再明白不过了 人家是来打他的 啊 但是呢 他这个 外交辞令呢 说的非常的委婉 啊 他说呢 是 人家来 赐恩会 到他们国家 来为他们的国家来求福 辱收寡君 这个辱字 也是签词 可以翻译成啊 就是成蒙您 成您的这个蒙辱啊 就是您屈尊的意思 啊 就是您 这个屈尊到我们国家来 收寡君啊 就是收荣 接纳 啊 我们的君主 寡君之愿意 啊 因为 刚才齐环公说的是 与不古同好啊 他说的是 就说我们要友好 怎么样 啊 当然呢 这个屈尊呢 就接着他的话茬说 啊 如果你要是能跟我同好 就是咱们要是不打仗 啊 那是再好不过了 啊 你 你们呢 到这儿呢 来为我们求福 啊 来屈尊 来接纳 我们的君王 啊 这正是我们君王的 希望 啊 寡君之愿意 但是齐环公呢 他你看他下边呢 他又还是说 啊 齐后约 以此重战 谁能预知 以此功成 何成不可 啊 因为他本来来的目的 是要攻打 楚国 啊 所以他在这儿呢 他还是要 这个 在语言上呢 要给对方施加 一下压力 啊 以此重战 就是我们用 这样的 这个重呢 是指的是军队 啊 用这么多英勇的将士 来和你们作战 啊 谁能预知 啊 什么样的军队 能够抵御啊 啊 这个御就是抵御 抵抗的意思 啊 以此功成 何成不可 啊 这对好懂 啊 那么 这个 齐桓公 竟然说出这个话了 屈丸呢 他回答的这个 大家看呢 回答的非常巧妙 啊 他说 君若以德 随诸侯 谁敢不服 这个随 关键是这个随字 啊 在这是安抚的意思 君若以德 随诸侯 啊 就是说 君王您 如果以 这个德 来安抚 各诸侯国 啊 在这儿呢 主要指的是楚国了 啊 谁敢不服 啊 那么大家都会 心服口服 君若以利 啊 如果您要是 用武力 来 征讨 啊 来和我们打仗 那么是什么情况呢 楚国 方程 以为程 汉水 以为池 啊 这方程在这儿不是什么城市啊 指的是方程山 汉水以为池 就是用汉水啊 以汉水为池 用汉水来当作护城河 啊 用方程山来当城墙 虽仲 虽仲无所用之 虽仲 这个虽 就是祭史的意思 即使你们这个军队非常强大 但是 无所用之啊 你没有用武之地 你对着 方程山 这样的山啊 我们用这个山作为屏障 用汉水 来作为屏障啊 那么你军队再多 我们也毫不惧派 正是由于屈丸的这种不不卑不看啊 软中带印啊 他在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这个 这些词词句里边啊都非常的这个卑躬 卑下啊 语气非常的谦卑 但实际上呢 态度一点都不 都不 都不软啊 他并不是向这个 齐国服软 而是软中带印 所以呢 齐国呢 看这个 这个情况呢 他也 无计可施啊 于是屈丸及诸侯盟 这个屈丸呢 就和诸侯国的军队啊 结成了 这个少林之盟 这个其实呢 还有一点呢 应该跟大家说明的 这个 这个在左传里呢 他也没有说明这点啊 因为 呃 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的一些观点 就是当时人的总 总是就是中原的 呃 这块地方的人呢 他非常 就是自视很高 啊 他对周围 呃 都觉得是蛮夷之地 啊 觉得那些地方呢 都和中原地区相比 文化差得很远 啊 但是从近年的考古发现 来看啊 咱们 这个 华夏文明呢 呃 绝对不止于 只有黄河文明啊 包括这个 辽宁 包括内蒙 啊 包括 楚国啊 楚文化 实际上在这个 呃 就是这个 这个齐桓公的这个 这个年代呢 他已经是 非常的发达了 啊 从现在很多 出土文物都能够证明这点 啊 从他的这个 这个楚国的那个林 也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 埋葬了很多 啊 这个宝藏 都是超乎人们原来的预计 啊 原来以为楚国是蛮黄之地 现在看来完全不是啊 在齐桓公那个时候 楚国已经很强大 啊 国力强盛 啊 经济实力很强 啊 所以呢 他能够和 这个 齐国 这个 所谓八国邻军 啊 他来这个 定立盟约 当然 这个是和他这个 使者的 这个外交辞令的巧妙 是分不开的 但是呢 也是和他的国力 啊 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他的国力 下边呢 给大家讲一下 就这篇课文里边的 两个 这个常用字 啊 第一个字就是 这篇课文的第一句话 啊 齐侯以诸侯之士 青菜 这个青字 来表示侵略 进犯的 这种含义 所以青字 他的本意 或者是比较原始的意思 啊 就是进宫 这个例句呢 就是咱们 这个课文里边 齐侯以诸侯之士 青菜 他的第二种意思 啊 可以说是从这个 这个进宫这个意思呢 那个演化而来的 就是冒犯 国语 厨语里边有一句话 叫无相侵毒 这个毒呢 就是亵渎 那个毒字 啊 是不尊敬的意思 在这儿 啊 亲 在这是冒犯 第三个意思呢 也还是从冒犯 引申而来的 是欺凌 欺负的意思 啊 敌人 亲之 啊 这个呢 是孟子 孟子梁范王夏 啊 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亲呢 在这儿不是 不是进宫的意思 而是欺凌的意思 第二个 常见字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旗字 啊 这个咱们在中学里边 肯定已经不止一次的碰见过 他最常见的用法 啊 就是代词 可以代他 他的 他们的 比如列子 看文篇里边 有 其妻献仪 就是他的妻子 对这件事情 提出疑问 第二个呢 还是代词 是那 而爱其羊 这是论语八义里边 这个八义 这个义呢 是乐舞的行列 八义呢 就是八个那个 套舞的队舞 排成八行 而爱其羊 这个爱呢 这个 而是你的意思 其 就是他的 这个爱呢 这个大家注意 不是那个英语里 乐舞的意思 而是 应该是 联系的意思 可惜的意思 一般的 在古华语里 这个爱 多半都是联系的意思 第三个意思是 副词 大概可能 其是之为乎 就是咱们 上篇课文里学的 就是 引工原联 左传引工原联里边 第四个意思 它 相当于那个 七 七有词里的七 难道的意思 一致未胜 七可在乎 这是咱们 上级课学的 第五种意思呢 是表示命令 一气 就是一般的 就翻译不出来 那只能用 金碳号来表示 比如 古代史里边 有 尔其忘乃夫之志 就是 你不要忘记 你父亲的心愿 咱们用金碳号来 表示 这个 加强语气 这篇课文 就讲到这 加强语气